大家好,我是袁继阁,庞泽川 近日遇到有人人问我 怎么看待放生这件事 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提起放生 这个本来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放生不仅能够积累福德 而且还能够体现出我们内心的一种悲悯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走样了 就像有些人说它形成一种商业链 往往是我在这边放生 有人在下面又捞走了 然后再卖给其他放生的人 其他的人再拿着去放生 甚至很多的放生行为 可能对生态环境都造成了破坏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 在我看来 其实还是太多人了 把这个事情执着于笑 甚至当成了一种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三个人去放生 但是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去 那他为什么不去了 他是不是就没有爱心呢 类似种种的情况 比比皆是 那么我们对放生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才比较对 比较正确的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你自己一定要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 那种适合放生的悲悯心 比如说在你的身边有一个生命 他需要你去救助的时候 你去救助了他 去关怀他 那这就足够了 并不是说突发奇想 一下子想要这个事情 就到什么地方 去随便买了几只乌龟 或者买几条蛇 或者买多少鱼 就把它们放生掉 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自然 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生物链 我们人虽然感觉 像脱离了这种生命链 但是人也是需要吃喝的 从本质上说 我们也是一种生物 也是在这个生物链当中 既然是身处其中 那么你只要按照 自然的天性去做就行 那么我们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 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和文化 或者说我们都有自己的追求的东西 当然追求也算是一种欲望 所以你只要管理好自己内心就可以了 不必太在乎这个放生本身的形式 当然我这么说 并不是不建议大家去放生 而是要科学放生 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去放几只鱼 其次还是要发自内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如果不健康的放生形式 还会影响到社会秩序 甚至影响到很多人的社会生活 影响到生态环境 走上了他反面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的反思这个问题了 我们就是思考如何去调整 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去思考我们的初心 然后去吻合我们初心的发心 要去思考 我们最初发心是为什么要去放生 所以我们去放生之前 一定要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想透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就慢慢地会把这个问题解决 关于放生的话题就说到这里 我是元吉哥庞泽川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